Hello,大家好,我是娜姐 一个女生偷偷喜欢你 她一定会问你这三个问题 看看你自己遇到的第几个 第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会经常问你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我这样子试试你的菜 你喜不喜欢我这样的 那这个时候男生千万要记住一个点 你不能说我喜欢你这样子的 如果你的目的性太强太直接 大多数女生会因为矜持 或者是想要考察你 反而去拒绝你 所以你可以这么说 性格要和你类似 最说的是要能聊得来 就像咱俩这样的 这样回答若即若离 保持一种暧昧的氛围 互相持有好感 又没有同风那层朦胧的窗户纸 第二个就是女生会问你 有没有喜欢的人 其实女生的潜台词就是 如果你没有 可不可以喜欢她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追她 那么同时你也可以这么说 你问这个问题是喜欢我吗 就这样去访问女生 起到一种嫖侃坏坏的感觉 相信我绝大多数女生 都抵抗不了这样坏坏的男生的 第三个就是你现在 有没有谈恋爱的打算呢 其实它的潜台词就是 你现在能和我谈恋爱吗 但是这个时候 你千万不要直接说 我想和你谈恋爱 你的回答应该是 恋爱这种事情 我觉得应该随缘 顺其自然 感觉到了自然就恋爱了 因为这句话 满足了所有女生 对恋爱的广想 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到 绝大多数你身边的爱情的时候 都是比较含去为往的 说话也是有潜台词的 其实女生这三个问题 是你和她身份关系的一个机会 但也是三个坑 如果你回答得不好 它就会降低对你的好感度 如果你回答得好 那就会让她get down的意思 现在大家都明白 情深和聊天技巧的双方性了吧 如果你想学到更多 那可以关注我 我是娜姐 关注我 分享更多恋爱情词 感谢观看